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9号礼拜六 今天想大家介绍一个Linux系统的管理面板 这个面板主要特点一个是开源一个是免费 而且历史非常悠久 我看了一下它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它的官方网站就是名称是webmin 就是这个 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作者 作者看一下 它这个作者 现在这个论址是在谷歌的公司的一个工程师 这版本好几种的 这种rpm包的还有豆瓣的 这种包还有windows版本也有的 还有另外可以安装就是第三方的一个模块 另外它在这个开源网在SourceForge上面 也有个页面在这里 在这里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有两个特点就是 它这个注册日记很早就是2001年就有了 是吧 说明它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 就是最早的这个SourceForge上面有了 另外一个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每周的下载量 你看一下就是还有三万一千七百十三点进去 这个webmin就是三万多次的 在另外它两个另外两个这个版本 这个字版本 另外它在Gate上面也有个页面的 就是在这里 这个是它开源的 我看了一下它有这个历史 也有13年 13年前的一个是吧 这个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 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就是怎么样安装 安装这里 就是网站上面有个安装的一个介绍的 增添就以Linode的德伴斯为这个利用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装过程 现在登录Linode的Linode的VPS德伴斯的 我在这里 登录 这个VPS最好要密码的 密码 我这里设了两个就是密码跟密 两个都可以的 因为它这个面板登录的话 要用先装一个软件包 就是常用的软件包 它进行软件包 安装好了 现在加一个aptk 这种啊 就这个 ok 添加一个安装源 就是圆了 把这个webmin的更新源就是设置进去 设置完了 现在就是直接可以安装一条指令就可以了 先更新一下就直接安装了 就 安装它一条 现在可以就是从浏览器登录面板了 直接其实就是一个VPS IP地址加一个1万号的一个端口 这里没关系直接就是接受并继续 这里这里其实就是你VPS的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这里root 所以全密码的话就是登不进去了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用的 我这个一般设置比较长了 先进去了进去这个页面都是全英文的 全英文的我现在把它改成中文 现在 这里change language 那位置这里这里就点掉 这里拿下来改成这个中文的simple 全英文这里有两个建议改成utf8吧 前面那个我试过的就是会出现一些乱码的 就是makechange 先看一下 他这个界面变成中文 中文当然不是所有都变成中文就是一部分 毕竟这个互联网计算机的你这个不懂英文的话 基本上是没发完的 你看这里基本都看得懂了 这个整个系统的一个页面就是管理页面 然后这里有个软件包 它就是你管理这个系统就是vp上面的 这里有软件包可以更新的也可以点一下更新一下 是吧 这个非常方便就是这里直接可以安装了 用管这个windows系统的这个 非常方便了 你用这个命令行 这种一颗颗打的话 这个相对来说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它自动会给你安装的 这里 它也会提示的 安装完毕 install complete 现在现在来看左边这个菜单 这个这个是为民的一个管理系统 然后下面是系统 这个是服务器 下面可以点开的 这些是已经安装好的一个模块 像服务器 就两个还有其他 一些这些常用的一个功能 网络 网络啊 这个防火权啊什么这种 然后硬件 就是这个vps硬件的一些管理 这个 然后机群 机群就是你多个系统的管理啊 还有一个未使用的模块就是外安装的 你要用的话就 安装上去 是吧 这里我就先装一个apache吧 这个webfuel 这个 向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点一下 这里出来了 要等它这个 清单安装清单出来才能安装的 这个跟刚才一样的 就是它自己自动安装了 安装完毕 安装完毕后 下面刷新一下模块啊 刷新一下模块 刷新一下模块 那个案发机还有还在啊 这里不在了 它肯定到上面去了 已经安装服务器 先看一下 是吧 到这里来说明已经安装上去了 这里就是参数你可以设置了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邮件啊什么这种 这种也是安装这个类似的 像这个是DNS服务器的 还有这个长期的就是禁止用户登录的 这种密码安全的 还有个就是说有些像德班系统啊 这个是不能安装的 这个是CentOS的 没用的 这里装送上去的 就还有一个系统有个区别 另一个是之间它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看一下这个系统的一个log二字啊 log二字我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这里就是有一个非法登录的一个东西啊 来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里 这个你如果在命令好的话 就是不会去发现这个系统的 你看 是吧 这个就是其他非法这个一些IP地址 在试图登录就这台这个 通过SSHR这个端口是吧 4988.12.70就这个 下面这几个这个他的一个记录 平时都不会注意的 我是这个 这两天玩这个面板的时候看出来的 就这个 呃其他很多功能就是说 呃这个信手啊 估计可能要几个月了才能把这里面 左边所有的就是按据所需吧 大家需要哪些就是玩哪些吧 这个免费开明的应该是不错的 一些历史这么有就玩的这么多 应该可以玩完的 呃最后谢谢大家收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